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其中 1990年 日本爆发经济危机 繁华泡沫被戳破 无数人流离失所 一对年轻夫妇在这种情况下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并生下了一个孩子 起名为三不春马 因为孩子出生于五年的春天 起名春马 是希望孩子向马能在草原上坚强的奔跑 祭祷了美好的寓意 就这样 三不春马出生于雌城县 图谱式 本以为小生命的降生 可以为这对年轻的男女 带来新的希望和奋斗的动力 但她的出生并没有让父母的感情再度升温 反而在父母多年感情不合的基础上 又拼添了很多的烦恼 直到她出生也一直没有缓解 母亲原本是风俗店的人 自从结婚之后 本以为找到了幸福 却没有想到 这段婚姻还是无疾而终 很快男女二人就选择了离婚 父母的离婚 往往伤害的都是自己的孩子 他们知道自己不幸福 却又把不幸福强加给无辜的生命 就这样 小春马从父母双全 变成了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而她也从一个调皮爱笑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沉默 忧郁的孩子 她是一个极度缺少父爱的孩子 无论在表面有多阳光 内心总是有一片角落 隐藏着自己的孤独和寂寞 离婚之后 三不春马便跟着母亲生活 直到二十几年之后 她才再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在她升到中学的时候 母亲再婚了 虽然一起生活在慈城县的小村庄中 一家人的生活还算勉强过得下去 但继父这个词终归不是生父 让一个本就沉默的孩子 叫另一个男人为爸爸 也是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 而除此之外还有身份 母亲和继父都同事的是封锁行业 虽然日本的文化跟我们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来自于骨子里的自卑 还是深深影响了三不春马 以至于大家总是能够在她身上 看到一种忧郁的影子 但她知道她不能表露出来 不能让母亲为她担心 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练 才有创造出天堂的力量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 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 虽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 可三不春马还是成长为一个性格好 有责任感 阳光温柔的人 她懂得要去尊重每一个人 而这种品质贯重了她短暂的一生 三不春马踏入演艺圈的契机 可能是远自于母亲的担心 当时三不春马的母亲 为三不春马报名了一人养成所 目的是想让她能多接触其他孩子 因为三不春马是独生子 家中并没有其他兄弟姊妹 怕她孤单 所以母亲在深思熟虑后 才决定帮三不春马报名艺人养成所 要进入艺人养成所 首先得先通过考试 本来只是抱着不让孩子孤单的心态而报名 没想到最后竟然格格录取了 四手的小朋友可能连路都还走不好 但这时的三不春马 却俨然已正式地踏出艺能活动的第一步了 不过第一次正式登上舞台 却是等到六岁的时候 1996年 六岁的三不春马出演了联系剧《终点站》 在该剧第六集里客串饰演小学生 三年后 升上小学一年级的三不春马 更出演了1997年NHK的陈间联系剧《亚九里》 在里面饰演了郑太郎一剧 戏里三不春马吃着饭团的可爱外表 让当时才小一的他 瞬间吸引大家的目光 之后更建了多部戏剧 高中时代 2006年的三不春马 选择就读哭月高校 哭月高校算是一间提供给学生艺人读的学校 除了三不春马外 日本还有许多大咖艺人 也是出自这间学校 总而言之 人数真的只能以多如繁星来形容 优秀的人自然不会被埋没 天生又拥有表演天赋的他 很快就得到了学校的青睐 赛校期间 就组成了偶像少年组合 并一举成名 这个时期的三不春马 除了一如往常接演戏剧外 也开始拓展他的演艺版图 像是2009年时 于中古美季 哭月高校的大学长 世川海老藏 虽然一同为知名饮料 尹藤原拍摄发售20周年的系列广告 甚至就连有日本国民天团的柚子乐队 也找三不春马拍摄当时的新歌MV 对于三不春马在MV里的表现 柚子乐队的主唱之一 北川幽人 于释发后 在自己IJ发出于团圆 严则后置的悼念文中哀悼 老实说 还无法整理自己的情绪 第一次见到春马君 约莫是在12年前 他出演了我们乐曲的MV 演技不但精湛 最重要的是被他诚挚的品格所吸引 春马尽管有点害羞 但却直率告白的表情 我们至今仍印象深刻 从短短的几句话里不难看出 三不春马的实力与为人 但可惜的是 他团队里的几名成员 名气始终比不上他 同时他的演艺事业也愈发繁忙 这样他没有精力去顾得上其他的成员 最终这个组合被迫解散 他也向组合内的成员多次道歉 脱离了组合的三不春马 就仿佛放下了所有的前半 真正的一飞冲天 2007年 高校二年级的三不春马 与新元结衣所主演的《练空》 刚上映 并在广大日本女学生中掀起旋风 这位白发少年以标志性的暖男微笑 和精湛的演技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 饰演男主角的三不春马 为了剧情需求 还染了一头金发 就连上学也要顶着那头金发去 因此 据上那段期间 还发生被人误会是不良少年的趣闻 不过努力是值得的 最后三不春马靠着《练空》 读到了第31届日本电影学院奖 新人排友奖 也留下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我想变成天空 如果能变成天空 就能永远看见美加 而三不春马更是携带着得奖气势 隔年也终于在《血腥》星期一中 第一次试验联系剧的主角 此后他主演的联系剧 电影更是一步接一步 可以说是星途璀璨 背头瞩目 但人的一生怎么能诠释坦途呢 麻生专条细处断 上天指南苦命人 三不春马看似平坦的星光之旅下 却是极致的孤独和压抑 才最终走向了绝望 在他去世后 媒体就多次抱着他最近几年状态不佳 有隐退的想法 而他的亲戚也表示 十年前春马就有萌生退圈 回老家的想法 他继父的朋友说 如果那时候他退圈也很好 有知名度 就算不做艺人 做别的也会成功 不过可能是想到成年后 想给父母很多的金钱上的支持 春马考虑了很久 他很善良 反是总为母亲着想 他同公寓的邻居 对他的印象也是如此 一位男性邻居说 在停车场遇到时 春马都会很礼貌的 巨公低头问号 对着他离世消息 感到很错愕 而另一位女邻居说的更具体 也许是天意 但短短的几句话 却透露了一个令人感慨的信息 三不春马总是一个人 也不怎么出门 他很孤独 是的 他总是一个人 父母不在身边 很少有朋友 也没有爱的人 仿佛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最大的难处 他用自己的笑容 治愈了无数人 却唯独治愈不了自己 活得已经很辛苦了 却还在努力的 去治愈别人 这样的压力 让他难以继续下去 最终在2020年7月18日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谁又敢相信呢 7日前的4天 他还在宣传 9月即将开播的电视剧 照片里的他 满满的都是笑容 但是笑容的深处 感觉充满的忧伤 7日前一周 他还元气满满的 在微博给参加高考的学子们 加油鼓劲 5月的他还在微博上 发表歌曲接龙 但是今天仔细的看才发现 他原来是在柜子里唱歌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 坐在里面了 也许只有这样的空间 才会让他感到安全 但是还是有人评论说 好好演戏 别来唱歌 用这样话来刺伤他 明明在6月 还在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还说期待不久后的见面 很多人都相信 直到三不春马 决定自杀的前一刻 他或许真的努力过了 他或许也想好好爱这个世界 想好好地活下来 只不过 活着对于他而言 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别人的喜悲 没有人能感同神兽 我们不会知道 在他温暖的微笑下 内心是怎样的千疮白控 三不成马走了 但他的笑容却永远 活在了我们的心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